大家好 今天是闪月塞子号星期三 今天也不知道做什么 咱们今天火锅走起吧 然后沈阳经常了这个隔离的时间 现在确切的消息是需要隔离到10月5日 然后今天分享一下我每天的日常吧 首先因为我是一个起来很早的人 基本上每天是早上6点会固定的去起床 然后起床大约6点半左右 回去给小孩做粥饭 大家可能从我以前的视频上可以看到 我经常会做皮子 然后呢一般我早上会给小孩去烤一个皮子 为啥烤皮子呢 因为这个做皮子还是比较快的 有这个性能的这个饼饼 往上撒些芝士啊撒些类原材料啊 就可以烤了 基本上半个小时就能做完 然后小孩还比较愿意吃 7点左右 我会叫小孩起床 小孩起床完了 然后再吃饭 基本上就到了7点50左右 然后小孩就准备上磨课了 我基本上大约是9点左右进行工作 我们现在的工作都是网上进行办公 最近工作内容基本上都是公司内部的一个培训 培训的时间从早上9点开始到晚上4点左右会结束 一天工作还是比较充实的 我一般是5点左右开始做晚饭 我大约在7点左右的话晚饭能结束 结束以后呢 我8点开始带小孩去睡觉 29点左右开始剪视频 大约12点左右吧 哈哈哈 把这个视频剪完 然后上车完毕 感觉这一天还是非常充实的 这就是疫情期间我每天生活 基本上没什么空余的时间 转结疫情的御加隔离比上门还要累 希望这次疫情赶紧过去吧 让大家都能回处正常的生活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结束了 大家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